欢迎收看财经recam,我是庞白思 希望大家给个like,看完影片多多支持 继内地出完组合权救市政策之后 到今天早上10点,国务院新闻办开记者会 有法改委主任和对副主任主持 即时传出,上面会宣布史上最强最大规模的三支战救市措施 包括一年内发债六万亿人仔,大减身讽税 甚至向穷人派钱,和大幅增加公共预算开支 受惠这堆消息,加上放完整个礼拜国庆节假期 A股重新开市,立即高开 上证升超过一成,深城指升超过一成二 创业板更加升到一成八 开盘20分钟,成交还破了一万亿 成为史上最快纪录 当A股升到八把声,人人以为金铺恒指还不跟着爆升 有连登仔更加出定铺 说整副身家买了过野牛 今早请教去看贝沙湾 结果一开始就可以出这张图 港股变成大型韭菜场 一路割一路割,最近更加跌超过2300点 不知道以为是看夺命金 只不过A股之后升幅都有回落 原因是发改委记者会公布的招数不如市场预期 什么六万亿救市啊 三支箭全部无影 只有一篮子增量政策 发改委主任郑山杰先是说 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 新则生产力加快形成 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不断取得重点进展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又说随着全量政策继续释放 市场出现明显改善 PMI回升较快 股票市场都回暖上涨 十一假期消费旺盛 对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充满信心 实际小小的事情就是说 今次一篮子增量政策 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 强化宏观政策的逆周期调节 将扩大内需增量政策 放在为民生促进消费上 提振资本市场 确保加快财政支出 加强支持地方债务支援 化解债务风险 又说目前7000亿中央预算的投资 已经全部下达 用于两众建设 两众一身的一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 已经全部下达到计划和地方了 那路透社记者都忍不住问了 那那救市规模就是多大啊 这次一篮子增量政策的研究制定 体现了三个更加注重 体现了四个坚持 那就是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 股民是很现实的 没有了三支箭 到收市时上证升幅收窄到4.5% 深城指有近一成升幅 而创业版升幅还能保持17% 恒指最终埋单都要跌超过2000点 跌了近一成 经济日报星期一就报导 沈大师说今年只剩下两个月 恒指上4万点就不会到的了 但明年情况仍然朝着这个目标进发 而且机会大增 又说中央金轮刺激只是落实了第一招 还有大把招数未出 那信不信就由大家了 至于短线怎样部署好呢 其实Chris Lo上周五都提了大家了 赢得少不要紧 最重要是不要输钱 所以整个策略就是这样 所以暂时说 淡仓的信号未出 好仓又要控制资金投入 就是短期这个策略 因为现在整件事没得选择 你说我迟些要看好的 现在重锁买下去 不要这样做 因为我也是担心它又可以回 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回 因为说了未出那个pattern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底 那你唯有用少少钱博一下衍生工具 想学到更多投资技术 Chris Lo10月19日会开 美股港股技术分析实战班 现在报名还有早了优惠 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其实要股市真的升 都要实体经济数据跟得上才行 田二销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 现在香港零售市道是史上最差 情况还差过疫情和客暴时 说最讽刺是开关 很多内地客来香港 但同事有很多香港人北上 到头来就得个吉 又说内地客来香港 都是打个咳 没什么消费 他们内地生意跌得更厉害 因为如果上铺造金下条三成 业界应该可以捱下去 速请政府出手帮业界度过难关 他又向政府献计 不过当局零反应 批评官员小做小错 不做不错 又不是没做的 刚刚机场才弄了个 以电影九龙城寨 为成为主题的展览 只不过这个商场都做到 甚至小过海洋公园的鬼屋的装置 可以吸引到多少旅客来感解 正所谓远水不能够近火 政府再不够就没了 最新是华润堂都宣布 11月8日香港全线19间分店就倒闭 华润呀 国企呀 连他们都捱不住 叫人怎有信心呀 华润堂就说 业务受外部不觉定因素 与各种营运挑战影响才会倒闭 会籍即分11月8日后就会失效 要换东西就快了 至于礼券就好像7日前用光了 而之前因为拖欠员工MPF 而被职金局入品 和被业主追租的金记兵室 他们在将军路都会摘分店都倒闭了 门外被贴拍卖行公告 现在禁忌只得回港岛九龙12间分店 即是新界的分店已经全部倒闭了 面对这样的环境 不知施政报告会不会配合国策 一起出招救市呢 今次条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又怎么看今次中央救市措施呀 欢迎留言讨论下 喜欢这条片记得给like和订阅 星期四recap再见啦 简直播剧开 Mantle